抱歉,我都習慣不帶PPT來做一些簡報的 我現在講的主題其實是人際關係顧問這件事情 那什麼是一個人際關係顧問 也就是上誌你的爸爸媽媽、上司老闆 下誌你的兄弟姐妹、獵人朋友這些 凡是這些人跟這些人的相處應對 我都管,我都能管 然後接下來呢,我會播出三分鐘的時間 來證明我很行,我絕對可以管這件事情 現在我需要一個人幫我,我需要看 明熙可以嗎?明熙你可以上來嗎? 拜託,謝謝你 好,大家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你站在那就可以了 我絕對不會讓你們做我自己家的事情 OK 現在你在講的男生,男生,男生,男生 男生,你覺得這遊戲長得可愛的人,舉手 他不要這樣 舉手而已,不要連舉動提不起來 好像是這樣的 好謝謝,謝謝 就這樣,謝謝男生 哦,覺得我長得好看的人舉手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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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1920 雲姬,兩個人現在分開來講 我現在就當作是你們每個人 現在都已經把我弄得是一個在路上的路遙了 我們兩個人躲在路上 現在你願意上前來 你也在路上,你也在路上移動 你願意上前來跟雲姬講說 嗨,你很漂亮的人,嗨,你很帥的人,請舉手 你願意上前,我上前跟他同年了 欸,沒有 進去,進去,進去,進去 欸,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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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舉手的人 那我問你們,為什麼你們不敢 沒舉手的人,現在跟我講 跟我講,隨便留一個理由,為什麼你不敢 泡杯打槍,還有人 你沒有在旁邊上,什麼 你沒有在旁邊上,好,來 你沒有在旁邊上,好,來 就這樣而已,泡杯打槍跟泡杯,有沒有人其他人 不敢來講,來,女生女生女生 為什麼不敢上前講話 不認識,因為不認識,你覺得你在裝熟 你覺得會尷尬,你覺得你上前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尷尬,你也會覺得尷尬 你覺得你上前跟他講話的時候,他可能會害怕,然後你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讓人家覺得害怕 你覺得他會怎樣,你覺得他會打槍 你覺得他會,一切一切,一切 好,那我們現在來 改一個狀況,現在有十個雲犀 現在有十個雲犀,躲在路上 你看到十個雲犀,然後在場的 每一個男生,每一個都是競爭對手 你們現在,大概有二分,不對 三分之一的機會,不太有辦法跟他講話 現在敢跟他講話的很舉手 你只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可以跟女性講話 因為他在場有十個雲犀 有十個雲犀在場 敢講話的人舉手 欸,突然變少了 那變成五個雲犀呢 現在五個雲犀,你敢講話的人舉手 五個雲犀,五個雲犀 你現在只要六分之一的機會 你只要六分之一的機會 下面有三個雲犀 三個雲犀,你只要十分之一的機會 十分之一,十分之一 還是有一些人在場 那最後剩下一個雲犀的時候,你敢不敢跟他講話 一個雲犀 說在這裡 說在這裡 再換另外一個狀況 好,現在我們在這邊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 個人叫大大傘 大大傘,大大街好,大大街不要叫大傘 叫大街 目標就是呢 你在十分鐘之內,你能夠認識到一個人 並且跟他成為好朋友,得到他的Facebook 或是他的聯絡方式,並且知道說 這個人的三個優點 開始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好,你認為你在這個地方 你願意去跟一個異星講話的人舉手 願意去跟一個異星講話的人 主動跟他講話的人舉手 這麼簡單,大家都OK 好,那我們今天把四個牆壁打掉,你現在在台北收藏 正中間我們在開焦點 我要你們 挺好,我要你們互相彼此認識 在台北收藏的空間,四面都是寬寬的空間 你現在要在這裡面 一樣找到一個異星跟他講話 之後他有三個優點,覺得這很容易的人舉手 為什麼變難? 因為在台北收藏就變難了嘛 為什麼變難? 怕他是外老 不是 四面打開牆 好,那接下來四面打開牆 我要你們除了這邊的人 除了我們焦點以內的人 你必須去外面,台北收藏一圈 你不去跟人家認識的人舉手 你覺得OK的人舉手 你就有辦法跟其他人認識 欸!有,後面還是有 你就有辦法 在我們這群人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個遊戲規則 你偷偷不要告訴別人 你現在偷偷地去打破那個牆壁 去跟其他人講話 去跟台北收藏的其他人講話 然後每個人要拿到一個人的電話號碼回來 你覺得這件事情很難的人舉手 嗯 我們現在教點在做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打開了就是說 好,現在連台北收藏的人加進來 你現在加進來 一百多人在玩這個遊戲 一百多人 但是丟你們知道在這遊戲規則 你願意去跟人家講話幾句手 願意跟人家講話 一百多人在玩這個遊戲 嗯 好,那我現在加一面牆好不好 加一面牆,現在有三面 三面都是人 丟這面牆 三面都是人 你認為你還是可以去跟人家講話的 幾句手 加一面牆 加一面牆後你還是可以跟人家講話的 像我們上上三面的人 好,我再加一面牆 現在一個流行的場面 你們現在只有這一個區塊 是可以講話的 你認為你還是可以跟人家講話 幾句手 都OK 再加一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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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再加一面牆 維持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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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後我撥比起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空間裡面 再回到這個空間裡面 我現在這個當下 你覺得很厲害嗎 就找到一個異性 你跟他講說 嗨,我覺得你很漂亮 嗨,我覺得你很帥 然後我只是想要認識你 我沒有別的原因 還有你剛剛講的 你覺得這件事很OK 你覺得不知道 OK,那現在回到 依稀小姐的身上 男生們 你們覺得你們要跟他講說 他很漂亮,他很可愛 然後我們只是想要認識你 這件事很簡單的 請問說 來,大家稍微看一下 所有的男生 出了被拖龍 欸,不要放手啊 不要放手 黃金翔 黃金翔,舉手 好,我現在只要講一件事情 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剛剛和現在的條件有病嗎 從最近開始我問的時候 你們條件有病嗎 完全沒有病 我一變的是什麼 你的想法 想 我一變的就是你想法 這就是我們 我們知道台灣人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你的想法很封閉 你的想法很容易說 我跟人家講話 一切都是不可 一切都是在裝熟 我問你哪一個朋友 不是裝熟得來的 哪一個朋友不是裝熟得來的 你敢說 你跟你爸媽 你爸媽當然不是裝熟得來的 你說的裡面 但是你自己在場認識的哪一個人 不是用 你的朋友不是打 裝熟得來的 你心裡面有一個感覺 你想要跟他當朋友 你就會去跟他講話 你心裡面有一個感覺 想問他一個問題 你就會跟他講話 你心裡面有一個感覺 你想要認識他 你就會跟他講話 為什麼要歸必要自己的感覺 我剛剛講了一個誠實 誠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心中你想的東西 你就絕對 做得你就會達成 不要再想說什麼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告訴你你在想的東西都不存在 你所害怕的那些事情都不存在 被打向被拒絕 被翻白眼這些 一切的東西都不存在 因為他只有在你心裡面 他才出現在這裡 你現在在緊張的這一刻 你在緊張的這一刻 這些東西就傳來 我不要被打架 我不要 我不要打到這團 我只是尷尬 我只是尷尬 都不存在 他只在你的心裡 這叫心魔 這就是你的心魔 你只有在這裡才在害怕這些東西 我這一半年裡面都在做魅影這件事情 魅影就是當我決定說 我要把誠實這件事情告訴每個人 誠實有多重要 誠實真的很重要 它不只影響了你能不能繁衍你的後代 它影響了你這一生命 所展現給人家看到的那一面 你能不能承擇告訴自己想要什麼 你去接近他 這是一個多麼多麼寶貴的一件事情 而台灣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台灣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你的朋友他們能拒絕幹嘛做到這件事情 他沒辦法拒絕別人對他們做無理的要求 老闆叫你加班你不敢做 朋友跟你說他要吃雞排 你其實想要吃雞排 你其實本來就不可以吃雞排 你想要吃火鍋 你不敢跟他講錯 你不想吃雞排 有多少多少的事情我們在欺騙別人 為了讓別人不要討厭我們 只是不要討厭你 他們還不是喜歡你 他們只是不討厭你 注意你在戴上一個假面具的那個時刻 你所吸引到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假的 所有的吸引你都是假的 所有喜歡你的人都是假的喜歡你 他們只是不討厭你 但是你拿著面具做你自己的時候 會有人討厭你 我保證你 會有討厭你 而且討厭的你搞不好比喜歡的你多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找到那些喜歡你的人是真的喜歡你的人 這是男人 因為你很難找這些人 這些人才是真的難找 你不誠實你就找不到你 所以打開自己誠實吧 我們把我們的理念告訴路上的女生 搭訕的女生 我們搭訕路上的女生 拍了這張照片 他願意接受我們 他願意接受我們這個理念 我們才問他說 你覺得誠實要OK對不對 那你願不願意為我們去 鼓勵一下不敢誠實社交的人一句話 下面就是他講的話 想太多火鍋程度上是一種自殺 想太尷尬 想那些會白眼 一切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它都沒發生 它就不存在 我們後面有一系列的課程 主要就是在教你說 如何去打破自己 真的就是如何打破自己 你看看你剛剛三分鐘的時間 你從男生跑就講男生 三分鐘的時間 你從不敢 到底現在還敢 你想想看你給我兩個小時 你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兩個小時 你只要給我兩個小時 我就會讓你 不要說轉變 女生我們有女生的課程 表演的課程 和我們看穿的講座課程 尤其是第三個課程 我非常推薦來參加 看穿教堂 看穿教堂我們專門講心理學 去瞭解一個人 你第一件事情 你是如何認識人 第二件事情 是如何讓別人認識你 第三件事情 是你如何瞭解 透過看穿心理學的角度 你可以很容易就看穿 那個人在想什麼 那個人接下來要做什麼 他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 謝謝各位 dizendo 請看電視 按摩 按摩 請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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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